您担任部长一年半的时间对业务应该非常显熟 这个对最近电子签章法预告完成了近半年 预告之后半年还有部会在去年下旬提出 排除电子签章法适用的行政命令公告 你知道是哪一个部会吗 内政部地政司排除电子签章法适用公告 不只到目前为止有26个部会排除电子签章法的适用 但是我们竟然还有一个部会呢 怎么样 他是完全在这一次你们提出来的这个签电子签章法的草案里面 特别加了一条司法院是不适用的 我们电子签章法的基本概念 就是说合约双方的当事人电子文件上面的每一个厉害关系人 只要愿意用电子签章那他们就同意了 但是司法院的司法程序不是这样 他必须要明定在这个条文组织里面 我想这个相关的跨部会的沟通 是会让外界觉得他们在打脸数位布啦 我们都不想看到这样 而你们在送上来的条文上面并没有针对这个新增的这句话来做说明 我想这个沟通或者跨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来这个跟这个部长一起 表达我们立法委员不只是立法跟监督啊 我们也还要一起来协力 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喊一下这个最重要的这句话 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吧 好不好 部长 那我们321开始哦 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吧 我想也是喊给这26个部会了 再喊一次是不是 好那我就321哦 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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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吧